韩国要进行总统大选 就随着金正恩发射七次的导弹 怎么处理北韩的问题 国家安全问题再度扶上成为总统大选的主要议题之一 另外的议题台湾会很熟悉叫做房地产 因为很多韩国大多数的一般人都富起昂贵的房地产 贫富差距是当地最严重的问题 而最大表现的就是在房地产这个项目 另外就业 岗位 增长等等 而这次选举里头这些都成为主要的一个议题 所以公平正义是不是要有基本收入 成了现在执政党主要继承的人叫李在明的主要的政见 另外一位是标榜清廉的 所以在这个时刻人们讨厌财团 所以标榜清廉的是在野党的尹习悦 他是前决察总长 我们曾经为大家报道南韩大选好几次 这两个也都出现过丑闻 主张公平正义的自己也炒过房地产 主张他是司法清廉的前总长 自己也卷入了他的太太制造假学历的事情 但到现在为止整个民调双方差距 有的民调是平手 而是差距5% 所以最有可能就是还有其他两位候选人 是如何合纵联合这是第一点 因为韩国很低于性选举 就是有些人呢 比如说以台湾来讲 他可能是东部地区的候选人 所以东部地区票全部都是他的 你如果可以跟他合纵联合成功 那你就可以在两个差距这么小的情况里头 你就会当选 所以他几乎是一个我们说net to net 就是他完全是肉搏战的一个状况 而最新的一项发展是 他们举行了这一次的政策辩论 这场总统大选辩论里头 大家环绕的一个就是 怎么处理朝鲜的问题 很可能朝鲜这样发射导弹的话 那么要怎么处理 在野党就直接攻击执政党 你亲北韩 你亲中 这个跟台湾也很像 所以这场大选对我们来说 是一个除了它的地区跟人选 你都不熟悉之外 非常类似的一场辩论 韩国总统大选剩下不到三十天 执政党共同民主党所推出的 前城南市长及经济道 知识李在明 对上了政治素人前检察总长 尹锡月 迟迟未能取得领先 选战陷入胶着 而四大候选人在大年初三 举行了首场电视辩论会 李在明靠着地方执政的经验优势 强大经济牌 不过他在担任城南市长期间 幕僚设计的土地开发弊案 成了最大在野党 国民力量总统候选人 尹锡月攻击的目标 120分钟 四大阵营的候选人激烈交锋 外交国防议题是重要焦点 候选人被问到 如果当选总统将以何种顺序 与美日中及北韩领导人会面 李在明认为没有必要定出先后 尹锡月则明确定出顺序 并强调说了就会做到 尹锡月批评 共同民主党过于亲中 亲北韩的外交政策 对美日关系造成了负面影响 主张应优先将外交 导回正常态势 李在明则主张 依循文在宜改善南北韩关系的立场上 再进行创新和调整 偏进不派的韩媒韩民族日报 引述了共同民主党核心人士的分析 李在明选情不容乐观的原因 来自共同民主党的支持层有所松动 还有文在寅政府的表现不佳 当年文在寅在争取总统大位时 因遇上了前总统普警惠闺蜜们事件 保守派声势大捡 民众对于前任政府失望之际 得以风光上任 但执政五年多来 当时文在寅所提出的住房政策 成效不张 房价不降反涨 自然的也影响到选民 对李在明证件兑现的信任度 此外韩国选举地域倾向明显 不仅受到历史影响 也与历届总统及候选人的出生地有关 省市一直无法大幅超越对手的李在明 在电视辩论之后再出招 六日李在明前往前总统 盧武炫的目前悼念 他哽咽强调要实现前总统盧武炫的梦想 盧武炫从出身贫困 追求正义的人权律师 到高举清联执政上任总统 最终却因卷入了贪腐案 挑挨自尽 结束了63年的人生 外界评价褒贬不一 李在明此举是想抓紧主要票仓 但没想到尹锡悦也打出同一副牌 他前往冀州岛的海军基地 1948年日军战败撤离后 这里爆发了军警血腥镇压的四三事件 2003年前总统盧武炫为此道歉 并推动冀州建设为和平之道 进步派的共同民主党支持者 主要来自光州全罗南道 及全罗北道的湖南地区 另外在首都圈 谷山 卫山 庆上南道等地 曾是支持努武炫及文在寅的 进步派大票仓 不过目前态势来看 相较于庆上北道出身的李在明 这几个地区的选民 似乎比较偏好首尔的尹锡悦 李在明与尹锡悦面对支持率 仅5%上下差距的角力战 要一举拿下总统大位 外传尹锡悦最后关头 可能与第三势力 国民之党的总统候选人 安哲秀联手 这样的操作早有千里可循 Koreans still remember well how Noh Tae-woo emerged victorious in the 1987 presidential election when data suggested either Kim Jong-sam or Kim Dae-jung would have won that year if one had supported the other On the other hand Noh Mo-hyun went from third to winner in 2002 after unifying with Chung Mong-jun 2012年当时身为在野民主 统合党的总统候选人文在寅 也是与退选的无党籍人 士安哲秀联手造势 纷纷和合的模式 是韩国选举的常态 另外疫情恐怕也是 影响选情的因素之一 这帮助党的选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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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日韩国单日新增确诊病例 突破5万 近两年疫情影响各国的选情及政局 这样的过程可能也在 3月9日的韩国总统大选上演 面对这场微服差距的 总统保座之争 恐怕在投票结果揭晓之前 很难判定胜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